2021年2月27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冠病疫苗陆续有来 继日前首批辉瑞疫苗运抵我国之后 另一款冠病疫苗 也就是由中国北京科兴生物Sinovac 研制的冠病疫苗 也通过马航MH319航班 顺利于今早运抵吉隆坡国际机场 由科医部长凯利 卫生部长阿汉巴巴 外交部长西山穆丁 交通部长魏家祥 以及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静 一同迎接 那么有别于辉瑞疫苗 需要零下七八十摄氏度的 及低温情况下储藏 科兴疫苗的储存温度 则是介于2-8摄氏度之间 储藏的条件并没有辉瑞疫苗般 那么挑战 那么辉瑞疫苗采用的是 MRNA的疫苗技术 而科兴疫苗采用的 则是较为传统的灭活病毒技术 大家所熟悉的A型肝炎 小儿麻痹症及流感疫苗 都是采用灭活病毒的疫苗技术 另外大家肯定也会比较 不同品牌疫苗之间 有效性的差别 大家之前都经常听说 辉瑞疫苗的有效性达到95% 而科兴疫苗的有效性 则是介于50.4%至91.2%之间 那么怎么科兴疫苗的有效性 是一个范围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数字呢? 凯里就解释 其实50.4%有效性 是科兴在巴西进行的 临床试验得出的结果 而91.2%则是科兴在土耳其 进行临床试验时得出的结果 凯里说 在巴西进行的临床试验 参与者全都是高风险的前线人员 因此显示的有效性 只有50.4% 至于在土耳其得出的91.2%有效性 则是针对医护人员 以及一般民众试验得出的结果 由于受试者的背景不同 有效性也因此有所差异 那么顺道一提 科兴早前也在印尼进行了临床试验 得出的有效性是65% 而印尼总统佐科威也已经接种科兴疫苗 另外凯里也说 巴西、印尼、土耳其 智利、香港以及柬埔寨等国家和地区 都已经在使用科兴疫苗了 那么我们就期待 我国政府接下来将会让大家了解更多 关于科兴疫苗的详情解除大家的疑虑了 尽管首批科兴疫苗已经是怨敌我国 但凯里指出这款疫苗其实尚未获得我国国家药剂监管机构 NPRA批准使用 凯里也说科兴疫苗今天是以原液 BAL的这个方式运离我国 属于半成品 之后还需要由本地的制药公司Famaniaga进行冠封程序 而NPRA将会从中进行评估 鉴定疫苗在过程中的稳定性以及安全性 一旦获得批准 Famaniaga可以月产200万剂的科兴疫苗 另外凯里也声称他不会接种辉瑞的官兵疫苗 而是会选择第一个接种NPRA批准的下一款官兵疫苗 这可能是科兴疫苗 可能是英国的阿斯利康疫苗 又或者是俄罗斯的卫星V疫苗 他解释首相一些部长 周五大臣闲线的抗疫人员都已经接种了辉瑞疫苗 人民普遍对于辉瑞疫苗都已经有一定的信心了 认为辉瑞疫苗是好东西 但是可能对于其他的疫苗依然心存疑虑 他因此就决定接种下一款获得批准的官兵疫苗 除了想要树立表率 也希望借此消除一些民众认为好东西只保留给领袖的想法 换个焦点 雇员公积金局KWSB今天就公布了 2020年公积金派息率为5.2% 而派息的总额则是达到428亿8千万令吉 而5.2%的派息率是过去12年以来最低的一次 在12年前也就是2008年当时公积金的派息率只有4.5% 而去年则是有5.45% 公积金局就指出尽管过去一整年面对冠病疫情的冲击 全球也陷入了健康及经济双重的危机 但公积金局依然在2020年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表现 今天的新闻就给您播报到这里 别忘了要谨慎防疫 感谢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